第六題,右圖是甲乙丙丁四個不同物質的質量與體積關係圖 若現有等質量的甲乙丙丁四個物體,請問體積最大的是哪一個物體? 這個呢,當然是與密度有關,我們也可以認真的從密度去想 但事實上呢,圖形比大小,老師已經講過了直畫一刀或橫畫一刀 那我們現在是相同質量,所以是橫畫一刀 表示我們質量相同,可以看出來呢,我們的丁呢,是體積最大的 所以第六題問我們說,請問體積最大的是哪一個物體?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、丁